爆发机枝正确安全操作方法 教学内容 机件调整 操作前安全检查 常见的危险操作状况 正确安全操作方法 机件调整包括 认识机件名称 台面与升降装置调整 刀具装卸 导销装卸 导板调整 认识机件名称 爆发机的形式种类繁多 但主要的机件构造原理是一样的 在调整操作前 应先认识其机件的名称 现在分别介绍一下 主轴 刀具 开槽夹头 停销 台面 倒板 倒销 台面倾斜固定手柄 台面 升降调整手轮 与固定手轮 脚踏板 脚踏板 携带 携带松紧调整轮 高低速开关 启动开关 煞车 煞车 台面 台面 与升降 装置 调整 台面 升降 依脚踏板 与升降调整手轮 来调整 方法是 一 首先 踏脚踏板 将台面上升到固定的位置 二 旋转 台面 升降 调整 手轮 调整到 所需要 切削 深度的位置 然后 锁紧 固定 手轮 三 台面 倾斜的 调整 先放松 台面 倾斜 固定 手柄 再 搬动 台面 之所需 倾斜 角度 然后 锁紧 固定 手柄 刀具装卸 一 按下停销 固定主轴 二 用专用的板手 卸下锁环 再取下开槽夹头 与刀具 三 装刀具 取适合的刀具 刀具之外境 待于锁环 孔径时 刀柄 先套进锁环 再套进夹头 然后一起套进主轴 并旋紧 再用板手锁紧 拉出停销 使主轴 能自由转动 倒锁 倒销 装卸 一 用板手放松倒销 锁紧螺丝 即可将倒销取出 二 装倒销 取适合直径倒销 将柄套入口内 调整倒销伸出台面的尺寸 然后锁紧螺丝 然后锁紧螺丝 倒板调整 一 将倒销降低至台面下 二 将倒板置于台面上 并使护裙跨入台面 三 升高台面 四 移动导板 使导板至刀具切削圈围 所需距离 然后锁紧 操作前安全检查 包括基建检测 加工材料检视 基建检测 一 一 检查刀具是否锋利 锁紧 缺口 及自由转动 二 检查导板或导销 是否锁紧 三 检查台面升降手轮 是否锁紧 四 启动机器视察 有无异常声音 五 检查润滑油管路 是否畅通 六 检查安全罩 是否装妥 加工材料检视 检查 检查 是否锁钉 死结 泥砂 伤痕 及裂人 常见的危险操作状况 一、推送材料方向不对 二、一次的挖销量太大 三、手接近旋转中之刀具操作 四、未使用安全罩 五、加工材料未按紧或刀具不锋利进行保修 材料亦跳动 正确安全操作方法 操作者姿势 安全操作程序 操作者姿势 使用导板支操作姿势 一、两脚分开平稳站于台面左侧 二、左手持材料后端向右推送 右手加材料紧贴于台面与导板 三、抱脚材双手不通过切削圈前 使用导板支操作姿势 刀具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尽量方向为逆时针方向 一、双脚分开平稳站在台面前 二、双手持工作物 使功膜套境倒销 然后平贴于台面并持稳 三、一脚踏脚踏板 使台面身高固定位置 四、双手持工作物 使功膜颈延倒销 逆向刀具旋转方向移动进行保销 安全操作程序 安全操作程序 使用导板报销 一、取一支加工材料 在端面画出报销位置线 二、选选选适合的刀具按前述方法装脱 三、踏脚踏板 使台面身高到固定位置 四、调整台面高度 使刀具的底刃 对准深度计划线 并固定之 五、调整导板 使刀具的侧刃 对软边线并固定之 六、取试料试报 一小段后 检验所报的部分是否合乎要求 否则重新调整到所需要的尺寸为止 七、各方面没有问题 再调整安全照 八、按上述使用导板的操作姿势 进行保销 九、加工完毕后 关闭机器 要注意的是 使用导板报销时 应将导销移走或调低于台面 使用工模报销 一、选适合的刀具按前述的方法装脱 二、选适合的导销 二、选适合的导销 并装脱及移开导板 三、加工材料固定于工模上 四、调整台面的高度 踏脚踏板 使台面升高 调整台面升降手轮并固定之 加工材料未被挖穿时 台面调整其保销深度至刀具底刃为止 加工材料被挖穿时 刀具底刃超过材料厚度 五、启动马达等候至全速 六、按上述使用工模的操作姿势进行报销 三、四、三、六、 Rita 三、四、桂製油 五、桂装度 九、四、五、 calls 五、四、三走吧 五,九、花 cru 7. 傍完后踏脚踏板降低台面 8. 弓膜从倒销中取出 9. 再从工膜上取消加工材料 10. 持续抱同样的材料时,再将加工材料固定于工膜上,并依上述的方法一直反复循环下去 11. 完毕后关闭马达 本单元结束 12. 完毕后关闭马达 20. 松鎌子 20. 吉坡 20. 余女 20. 吉坡 20. 次坡